You have enemies, good! That means you have stood for something sometime in your life Winston Churchill 前英國首相休吉二港 非常有意思 現在站在哪裏呢? 站在波蘭街這裏的80號到 8多號這裏就叫做明基皮行有限公司 今天報紙都有看到 波叔買了8500萬 門面很闊 這裏說的是30呎闊 地下連纳一個入積角 深的時候都非常深 至少有70呎闊 轉個彎給你看看這裏附近的環境 這間店舖之前一直都是自用的 現在賣出來賺了10倍 那邊是朗豪坊、鹹美頓街 那邊是波蘭街 再轉過來這邊 這裏就是迫街 前面一轉左的話 翠華的位置已經是油馬地鐵站 非常旺 這裏是屬於比較旺的波蘭街 再過去那邊的朗豪坊更旺 當然不用說了 這間店舖的時候非常之大 應該是交給交易的 看報紙說的時候 也預計可能有4厘回報 你自己看看是怎樣的情況 但是這裏的時候 波叔買了一些進來的東西 當然是聰明的 好東西 才沒有資格 到原來去給分 帶你看看這間店舖先 今天8500萬成金 今天報紙上升到日報 好 看著這個位置 今天報紙有報道 就是波蘭街78至84號 地下AB舖 這個銘棧 這個皮具有限公司 地下連入積角 地舖是2000呎 連入積角 舖王鄧成波買入 我沒有資格去評分 他買得當然是好東西 說到業主的時候 上手業主 原本是84年3月份買入 96年又再買入另一個店 那裏報紙也有說 84年買入 用110萬買入B店 96年又用650萬買入A店 所以合共760萬 今次買出去的時候 8500萬 所以賺了7740萬 升了超過10倍 這就是報紙講 照讀給你聽 好 這個應該是銘棧的皮具 自用多年 交易 應該有4厘回報 地產代理這樣說 如果計算4厘回報 真的租大約28萬 因為現在8500萬買入 8500萬買入 4厘回報28萬 你自己看吧 當然 波蘇買也進來 他一定有原因 很聰明 我沒有資格 我命那麼多 不過是自在給大家 看一看 裡面的樣子是怎樣 這個就是店裡的環境 店裡的環境給你看一看 這個銘棧自己自用的一個皮具 我免得進去拍 被人罵死 但這間店很深 很深很闊 加上入積角 很漂亮 很漂亮 而且這一段 也是叫做 波蘭街 70多號的時候 前面就是鹹美頓街 再前面就是浪豪坊 也是飲食的領段 因為那邊的時候 由這個窩打路 一轉左進來的時候 就已經是 這個波蘭街那邊 就有一間翠華 日馬爹地的站 就在那邊 所以這個漂亮 漂亮 這個波蘭街 這個漂亮 另一步很闊 門闊就30呎 心剛剛量量量 有70呎 你看一下 我想跟這個澳門仔的時候 尺寸差不多 我給你看一下澳門仔 澳門仔的環境就是這樣的 澳門仔的出口位 深是70呎 後面有沒有一個1位 我不是很肯定 總之很深 看到這個位置 好 所以這個 又給你看一下我店的樓上 這個環境 這個 一棟大廈是這樣的 轉圈給你看一下 富人的環境 這個大廈 那邊出去 好 再轉圈給你看一下 富人的大廈的環境 這個就是那裡的大廈 好 再下來澳門仔這個位 那邊前面就是碧街 碧街轉左 那邊就是地底站位 還有那個就是那個 什麼呢 那個 窩打路道 OK 這個OK 這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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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做食 所以OK OK 給分的方面 我不敢給了 波叔買的東西 一定很厲害 我沒什麼資格好給分 哈哈